画面上是在中正区新丰街的福德宫 基隆市卫生局加开社区接种站 帮民众打新版的XBB疫苗 由于近来新冠疫情升温 因此吸引许多民众前来排队 接种新版的新冠疫苗 那今天那个卫生局啊 他们办在我们这个福德宫这边 会不会觉得就近方便 方便啊 所以就一早就先过来了 对啊 住附近 住附近而已 另外一座山啊 也是附近 因为怕确诊了 最近有感觉到这个是不是有升温 对啊 而且接下来要过年了 所以赶快来打 就是有那个里长有在社群里有宣传的 那我妈妈就叫我带阿嬷来一起就打 对 会不会觉得这里蛮重要 因为毕竟现在是新的新冠病毒 对啊 毕竟我们年轻人会出门嘛 那虽然老人家不出门 不过就还是保护他们就觉得还是打一枪比较好 你怕怎么想要快来煮 我叫我煮 我来煮啊 你打电话通知啊 没有啦 我们社区有那个电梯里面有接那个注射广告 有没有觉得最近好像很多人疫情啊感冒这个又好像又升温了 应该有吧 我就是怕谁才能打分啊 那个电梯里面有下啊 说今天就了 啊 刚才叫我来啊 对啊 到底这海洋啊 最近啊 有感觉说好像确诊这个开始又有很多 所以要注意吗 对啊 要注意啊 要注意啊 所以口罩一定要大 对啊 这不需要挂口罩啊 对对对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啦 对吧 卫生局局长张贤正也强调 由于目前流行的郡珠跟先前已经不同 因此特别呼吁民众要再打新版的新冠XBB疫苗 才能有足够的保护力 今天是我们1月中1月20号 那我们这个周末从昨天星期五 今天星期六 明天星期日 都在几个不同的地区都有做社区的接种站 今天我们在这里新丰的福德宫 然后跟在我们伟校台北的那个社区 我们也感谢包括我们福德宫 然后还有我们的社区 很多地方都提供我们场地 因为最近就是大家都有看新闻啊 知道台湾各个县市 那个呼吸道传染疾病 已经很短的时间内就非常的多 然后因为选举啊过年啊 大家来来去去 所以其实人与人的接触 跟互相传染的机会非常的高 那在这个新冠最近又开始有一些重症 甚至会死亡的个案 其实他们都是在最后这个 在新变种的病毒之后 没有再追加一剂疫苗 其实我们对于现在在流行的这几种新的变种的新冠病毒 其实是没有抵抗力的 所以我们才会鼓励大家说 那我们还是要再来追加一剂疫苗 平常日我们在卫生所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卫生局网页上面关注 有些卫生所可能是星期二或星期三或星期四 那有一些疫苗这些种的安排 那在周末的社区我们也会看这个礼拜接种的状况 然后在媒体上面还有在我们的网页上面去公布我们社区接种站的开车 我们下个周末也是会再继续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在自己最方便最可敬的地方 然后来接种疫苗 那不管在卫生所里面 在合约医疗院所里面 或者在社区里面 真的人都还蛮多的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心疼 但是我们也很努力的让我们的同仁能够服务的速度 不错误 然后又能够尽量加快 再次谢谢市民朋友非常的有踊跃 又非常的有耐心 除了在现场确保接种流程的顺畅 卫生局局长张贤震也诚心参拜福德公的土地公 祈求神明保佑市民健康平安 也再次提醒民众 尽早完成新版的新冠疫苗接种 提升自己的保护力也保护他人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